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黄历新年游行 1月25号登场 50多个团体热闹展现亚裔文化 其中阵容最大的和往年一样 依然是法轮功学员的队伍 很好看啊 很好 wonderful 纽约一个专门攻击法轮功的亲共团体 反某教联盟 由于2017年违规在游行队伍中举中共五星旗 自2018年到2020年连续三年被取消游行资格 过去两年 他们都曾花钱雇人 在观众队伍里挥舞中共五星旗 试图展现存在感 并挑衅游行中的法轮功学员 我们是法轮功的 我们要给你钱 对 多少钱 我认为是20元 昨年是20元 今年 反某教联盟延续往年的做法 花钱雇人用上百念五星旗 占据了游行干道缅街的观众区 现在可能会有一个红包 现在他不会给我 那三十块钱呢 我们小组也是比二三十多 不知道 还没了 在法轮功学员方正将要到达时 一名身穿黑羽绒服的反某教联盟成员 要求所有的举旗者 把红旗伸出围栏外 并表示对面有人在监督拍摄 游行结束后 有组织者将红旗收回 统一送往缅接41-46号 这是反某教联盟头目 李华红存放资料的地点 有手持红旗的女子 拿一叠五美元纸币在分发 一名参与者拿了几张后离开 纽约律师表示 美国当局有必要关注 反某教联盟的资金来源 如果来自中共政府 并且未向美国申报 则已触犯了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律师还表示 如果该组织鼓动民众仇恨法轮功 则更是与美国信仰自由的立国之本相违背 近年美国对于中共的渗透 已经日渐警觉 活跃的亲共人物 很可能成为美国的关注对象 移民法第212条 是严格的规定 共产党极权主义组织的成员 是不准得到移民利益的 如果这些人里面还混着 很多以前是通过政治庇护 得以留在美国 那么你如果是这样表达的 对一个极权政权的这种忠诚 将来如果被人举报的话 很多移民环节 就会遭到你意想不到的困难 有些情节特别严重的 可能会成为FBI的 或者美国司法部的叫PI PI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政府在对你布控了 当天也有纽约民众 对亲共组织表达不满 质疑五星旗是中共 70年暴政统治的象征 用血与冤环凝住的恐怖血旗 在这个自由世界还这样飘扬 这是恶心恐怖耻辱之际啊 有一些人是认为爱这个国家 就是爱这个共产党 爱这个执政党 其实共产党是对中华民族 是罪恶陶天 虽然红旗假接 但是法轮功学员平和以对 而被招募来的举棋者 在法轮功游行队伍的 喜庆祥和气氛下 也变成了安静观赏 新唐纽约记者站采访报道 新唐纽约记者站采访报道